A社会增地盘打架收保护费的事件 我们实有所闻 如今连非法垃圾厂也插上一脚 和部分经营者分一杯羹 从他们每天赚取的上千令吉盈利中抽取利润 固体废料管理机构调查发现 黑帮分子会在垃圾车的前方贴上符号或标志 区分帮派的地盘生意 尽管执法人员在取地的过程中 面对黑势力威胁和攻击 但是他们从不畏惧和后退 SWCorp amat serious dan sentiasa committed memertabatkan Akta 672 yaitu Akta Pengurusan Sisa Pepejal dan Pembersihan Awam 2007 semua penjenayah alam sekitar tidak akan terlepas walaupun SWCorp menghadapi cabaran yang getir 尤其是,如果有相對,他們會與他們開放的元素和監視性。 固體廢料管理機構執法組主任穆浩莫扎吉哈里也提到 非法垃圾廠的營運成本低,而且節省時間。每套垃圾可以徵收10-60令吉的處理費。 當局發現,非法垃圾廠經營者會挑選荒廢和偏僻的地點,充作私人垃圾廠。 其中,吉隆坡、俄邁路、四岩墨、捷徑路以及新街廠、薄西加威路等5個熱點地區已經遭到取締關閉。 根據固體廢料管理機構的數據,從2014到今年4月,當局一共查封了2579個非法垃圾廠。